这个华为海啸来了 好 接大使看一下 这个去年我们共同经历过 那个MAT60 Pro的热潮 对不对 还有雷蒙多机 那现在呢 华为高端手机P70 要发布了 然后这个夜轮有在 所以大家想当然而 会不会这次变成夜轮机呢 会突袭夜轮呢 那跟过去一样 过去大家知道像苹果一样 都有个盛大的发布会嘛 那个舞台大大的人小小的 屏幕大大的 你记不记得从贾伯斯开始 就变成这种高阶手机的 一个传统 新浪有发布会 搞一些悬念 来一些神秘感 画面弄得非常漂亮 制造一点话题 然后手机开卖 然后就大排长龙 这成为一个手机的 标准操作模式 但是MAT60 Pro呢 最让大家惊讶的就是 它没有任何的暖身动作 啪的一下突然就开卖了 而那个时候呢 是当时这个美国财长 这个雷蒙多正在大陆访问 所以大家知道嘛 雷蒙多是制裁华为 不遗余力 所以大家说 就是故意要给雷蒙多 一个难看 去年我们讨论很多嘛 那现在呢 这个P70 又是不办发布会 它又是要搞突袭式的 上市贩卖 现在变成一种 新的销售模式是不是 当时都是悬念了 你还要看最后结果怎么样 还没有获得官方的证实 所以雷蒙多要离开了 他会是最佳代言人 会去突袭他吗 很多人讲应该不会吧 因为你知道那个老奶奶 那温温和和啊 吃穿菜的形象 跟雷蒙多差太多了 你搞他好像也没什么意思 那另外一头 有受关注的就是 它这个晶片 麒麟9010 新的晶片呢 比这个麒麟9000S 整体性能更提高 然后呢 它P系列会突出时尚 跟影像的部分 大家知道 Mate60 Pro 已经非常非常好用 P70我都不知道能好用到什么程度 然后呢 另外一头 华为不是推出了 它的鸿蒙生态吗 那现在已经有超过 4000个应用程式加入 这算是一个新的里程碑 非常不容易 短短两个月 增加幅度达到20倍 然后在华为内部呢 和16%的市占率 被认为是个生死线 非常难突破 但现在呢 已经跨过去了 所以跟苹果iOS的差距 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好 另外一头呢 还有一个这个 跟华为相关的 也跟车有关 有一个目前还没有受到证实 但是这个人的可信度 算是相当高 因为他是一个专业的 知名汽车博主 那他透露说 日系不是有三大妈吗 丰田本田跟日产 其中一家 没有证实哪一家 可能会用华为的智驾 因为这个我们看到 这个中国的新能源市场爆发 那在大陆有很多 日产跟中企合资的一些企业 所以他如果说他要用 这个华为的智驾 倒不是说他自己开发不出来 而是你不用华为的智驾 你中国市场打不进去 所以他可能会采用 这个中国技术 这是一种投华的策略 和投华策略 因为大家知道 这些日系车 在中国大陆市场 几乎都崩掉 一家接着一家的崩 所以如果说你投华 能够拉一点好感的话 也许可以挽回一些 当然又是跟华为有关 对 华为事实上话 它这个去年 它的整个的这个营收 我记得是净利 差不多800多亿人民币 非常的可观 这中间有一个很大的一点 就是它的这个手机市场 它在一种迅速上市 然后迅速引起一阵风潮 然后呢 把过去失去的 在中国市场的这个 所谓的这种高智能化手机 这个市场夺回来了 然后让这个苹果的股价 不但在 不但在苹果的F15 不但在中国鲨鱼 苹果的股价 跟所有的这些分析师 对苹果的未来 都投与很负面的看法 所以苹果的这个股价 股价是受 我觉得最主要受到的 就是受到这个华为 60 Pro的影响 那60 Pro事实上 它过去为什么 有1500多天就停产了呢 就华为高端手机 都停产 最主要美国把它 它两样东西拿走了 第一个最主要就是什么 就是它的这个 这个第一个 它的这个好作业系统 那个美国作业系统 把华为开除 所以华为没有作业系统 那也没有就是说 实际在市场经过 磨练的作业系统 另外一个呢 就是把这个核心的 这个核心处理器 最重要的那个芯片 把它断供 那华为花了1500多天 就回来了 它两样东西都有了 两样东西都有了 所以这个对美国人来讲 我看那个美国 这个有关的芯片界 甚至他们的国际政治的 相关的作者 讨论这件事情 讨论了差不多半年了 到现在还在讲说 这个芯片是怎么做的 所以美国现在 雷蒙多 美国政府去这个 跟这个ASMO 也就是这个光刻机的厂商 去跟他讲说 他们发觉 我只是不让你拿到 高端的光刻机是不够的 中国用过去认为 生产不出高端晶片的 比较旧式的这个 所谓光刻机 居然生产出了高端的晶片 所以他们要怎么做呢 他说现在中国这些光刻机 你停止供应他零件跟维修 他做的要这么彻底 就是针对华为的这些 所以我们今天讲的麒麟九千 既然介大使讲到 我就一并补充 这个美国的高官 现在又前往荷兰了 所以人要到 之前不是讲说禁止维修吗 所以不只是讲一讲 人也来了 所以路透就登了很大一篇 说荷兰可能会继续 在出口限制的问题上 跟华盛顿保持一致 但要考虑到 俄乌冲突延迟 等等的不确定性 所以荷兰会有很多顾忌 当然荷兰左右为难 所以你怎么看 当然这是一连串的一个话题 但是我还是关心 会有叶伦基吗 应该不会吧 我觉得应该是不会 因为世上太强的民族主义 也不见得对这只手机的 这个走向市场有帮助 最近华为听说 任正非亲自下令 遥遥领先那个 商标但不用 注册都撤回了 注册都撤回了 这也就是说 做生意嘛 基本上姿态太高 也不是那么好 你说一时运用这个 当时不晓得市场状况 所以运用一下民族主义情绪 那就说效果非常好 可是不能常用 那这只手机 Mate Pro 60 事实上它跟iPhone 15 事实上它是它的品质 跟它的表现完胜iPhone 所以呢中国的这个消费者 并没有因为民族主义 所以多花钱买一个比较差的货 而是让中国的消费者感觉到 就是说我花这个钱 早就应该让华为来做了 品质比iPhone丝滑很多 然后呢又有卫星电话 对不对 它那个外物上网的速度 又那么快 里面那个小异的 基本上人工智能的 它非常非常这个好 那个回应非常好 而讲话甜美又很讨人喜欢 对所以它又加了AI的功能 所以就变成它完全是靠 靠这个所谓的这个 还是它的性价比来 来完胜iPhone15 那现在我觉得就是说 对于这个华为来讲 它已经可以说 对iPhone来讲 要要要领先 因为为什么 它已经在生产更大台的 这个手机就叫智能车 它做汽车的原因 就是说终端设备 我们这个叫都是终端装置 终端装置已经不是手表 也不是手机了 汽车也是终端装置 它也是大台电脑 所以现在这个未来的趋势来讲 Apple放弃制造电动车 就表示Apple的未来性 已经没有办法跟这个华为来比 那为什么小米一定要做 它的这个电动车 它要能够在未来的一波 不要被华为给什么叫 华为给消灭掉 它一定要走这条路 所以这个是一个未来的趋势 你现在比如说华为做的 这个智能座舱智能驾驶 华为的智能驾驶 基本上不需要高端的GPS 它本身那个 这个车上的雷达跟车上的摄像头 它在遇到路况的时候 它可以自己判断 然后那个算力很高 它是透过华为云端 把最迅速的这个路况的判断以后 做出来的决策给那个车子 做出来那个决策 是直接用华为的运算功能 所以就变成这个自驾是吗 以前我们早期用那个自驾系统 用那个GPS的时候 常常出车祸 因为它带到一些绝路去了 或带到悬崖都有很危险 那华为这个功能 现在日本要用 因为这个 不管是这个智能座舱跟自驾系统 德国都做不出来 德国的Volkswagen 曾经自己做了 结果呢 顾客都说很烂